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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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天可以剥夺我们成功的机会 也可以用挫折来打击我们 但是上天不能剥夺我们欣赏美景的心情 一个乞丐在街角晒太阳 他甚至会比那些焦头烂额的都市人更加幸福 因为乞丐懂得释怀 懂得心仪 所以当命运使我的筋骨劳苦时 我们不妨怀着一颗嫌疑的心去对待苦难 心中的乌云也自然会散去 意思就是说 如果命运让穷困来折磨我 我就开辟我的生路来摆脱困境 俗话说 天无绝人之路 上帝给你关上一扇门 必然会给你打开一扇窗 所以我们面对命运的穷苦时 我们要积极去寻找新的生路 上天就像一个调皮的孩子 当你沉浸在成功的喜悦时 他就用失败来教训你 当你日子过得很苦时 他就会给你发点福利 让你不至于绝望 如果命运用穷困来折磨我们时 我们就更加该努力进取 开辟一条属于自己的路 正如鲁迅先生说的 世上本无路 走的人多了 就成路了 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 当我们福分浅薄时 我们就努力修行品德 当我们身心疲惫时 我们就学会释怀 当我们遭受穷苦折磨时 我们就寻找另一条生路 真正修忏悔三昧 身后天魔都控制不住你们 天魔怎么样才能控制住众生 因为众生欠他的 他才可以控制 修忏悔三昧 就等于不欠他们的了 所以天魔不能再控制 大家要认真修忏悔三昧 不需要灌顶 只需要是照着去念就行了 自然而然会得到好处 忏悔三昧 源于华言宗 乃普贤菩萨十大愿望中的方法 以此法可以在瞬间 去足一切忏悔功德 去足无量 节中善根福德 把一切相关的业障 和姻缘忏悔尽尽 可谓殊胜法宝 对于那些今天忏悔 明天依然犯错 修行尽尽退退的佛子 如九汉甘雨一般 尤为珍贵难得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 为大家今天带来的内容 感谢收看 欢迎转发点赞